所以賴副總統辦公室也發覺不對勁了 是 因為蔡慧珍上報 這個蔡慧珍還是一個資深的記者 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突襲了一則假消息 因為寇姐 我必須講 在網路上面 最活躍的時候就是在網上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 原來趙遙新聞是網上發的 是不是假新聞 因為聯合新聞網那個也是假新聞 也是半夜發的 因為晚上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一般正常的 包括一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真正的記者 比如說像我們錄新聞的 跑新聞的多數大概都休息了 但是在網路的時候 網路的使用者在做推播 或是他覺得有興趣的時候 他會把它散播出去 所以我要講這個澄清稿 是透過黨中央 也就是說賴副總統辦公室 寫完之後還有交到黨中央 那包括黨主席 以及選對會都要看過 為什麼從黨中央來發 是因為賴清德他本身 也是我們這一次選對會的成員 賴副總統他是成員 所以包括在決定之間要決定退選之後 那麼接棒是鄭運鵬 這個過程當中 賴副總統本身也是在裡頭的 也就是因為他在裡頭 所以才會有這篇新聞 但是第一點賴副總統就說了 蔡惠珍他所寫的這個報導 跟他有關的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是事實的 那麼賴清德副總統重視新聞自由 所以不會跟記者做心送 但是他必須希望記者能夠自重 這是一個他先開宗明義 否認了這一篇新聞 是個假新聞 那麼他提到的就是8月10號的部分 他沒有做就是在這個會議當中的發言 他並沒有說過就是 目前這個什麼情勢複雜 然後也是需要全黨最需要團結的時刻 所以要共同支持這個決定 然後他要強調的是什麼 8月16號其實黨部已經就正式 曾經過賴副總統作為本黨的選對會成員 並在上週的選對會有充分的討論之後 一致同意徵召鄭運鵬來接棒參選桃園市長 那麼期許全黨可以團結 延續桃園的執政 那麼有心人士刻意的混淆分化支持者 希望可以立即終止 我特別要強調的是雖然我自己當民進黨的 這個部分區立委只有兩年多 但是我跑民進黨的新聞超過20年 我為什麼要特別這樣講是 桃園的這一局 本來國民黨的想法很簡單 那就是治監退選之後 後面接上來青皇不接 那麼有機會這是最好的一個 因為我必須講 鄭文燦在桃園的整個包括他的政績 以及他過去8年來的經營 是有一定的地方實力的 如果說今天治監退選 上來的是鄭運鵬的話 那鄭運鵬接得住 看來現在以目前的情況來講 運鵬是接住了 而且穩定了局勢 持續的在延續原本 鄭文燦的基礎往上走 那這個時候只有用謠言 可以最容易攻破民黨內部的團結 我必須講民進黨 這個政黨很有趣的就是說 他確實有很多的派系 什麼新潮流啦 政國會啦 還有像永延會啦 等等 還有音系等等 但是大家在黨內競爭完之後 對外大家都是一致的 那這個謠言為什麼會出來 就像我前一陣子聽到的 另外一個謠言 是有人來我臉書上寫什麼 他說你們民進黨啊 每次都講自由講民主 結果你們為什麼鄭文燦選完 之後給鄭運鵬選 就是都給他們姓鄭的一家人就好了 所以是哥哥選完給弟弟選嗎 然後我就回應說那還好 鄭文燦保養的還可以 沒有說是爸爸選完給兒子選 你們去搞清楚啊 我要強調的就是 離開了台北市雙北之後 媒體關注的少 謠言的操作就非常重要 那會變成是說 當你去特別的去突出 鄭保清跟這個賴清德之間 如果有關聯的話 那就可以去挑起 像剛剛這個講到的 是不是賴清德跟鄭文燦之間的矛盾 但是我要想的是 如果你了解民進黨 你就要知道 其實鄭文燦跟賴清德 他們過去在新潮流裡面 之間這種兄弟的情感 所以我自己認為 像這種透過什麼有心人士 包括你說像現在的吳子嘉 這些人一起來操作一個說 賴清德要去挺鄭保清 然後去反鄭文燦 我們去講 在民進黨內 如果你還有一點想要政治前途的 你怎麼會想要跟這個 站在反民進黨的第一線 民進黨黨內最不主流 然後這樣言論的人在一起 然後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賴副總統 他完全就不是理解民進黨的人 才會做這樣的事 然後你說看板放在一起 我必須講賴清德的照片 這個賴副總統的照片 我們任何一個人在網路上 都可以抓得到 鄭保清如果今天要把自己的看板 掛上去 去網路上隨便抓一個 賴清德的形象照放在一起 然後他說賴清德挺他 這到底是賴清德挺他 還是他自己做了一個局說 賴清德挺他 這個必須要講出來 我自己身為民黨的不分區立委 我當然希望 鄭運鵬在桃園這一局 是多一份助力 少一份阻力 所以我並不願意去對 鄭保清講任何的重話 但是今天看看站在你旁邊的人 在挺你之外 他對於這次民進黨的選舉 包括我們剛剛從台北 聊到其他的各個縣市 包括他們怎麼樣傷害林志堅 你現在為了這個樣的人 你跟這些人站在一起 你出來之後 你到底拿到的是民進黨的支持 還是民進黨支持者的唾棄反對 那你到底是拿到誰的票 這個對你自己來說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身為一個政治前輩 鄭保清我以前採訪你 那現在你比我早家務民進黨 你比我早成為民進黨的立委 身為一個政治前輩 我覺得他其實自己要思考清楚 你們都還蠻客氣的 不過民進黨的支持者 是只要你一被鼓 就把你掃地出門的 民進黨支持者很厲害的 而且你如果跟民進黨合作 你會有綠的票嗎 但是不管怎樣 今天副總統辦公室 是很鄭重澄清的 但是我覺得他的這個剛性當中 還有他一定的對於言論媒體的 自由的尊重是還蠻令人佩服的 這個很大度 他說上報記者蔡慧珍是點名 歷來多次撰寫關於賴清德副總統新聞 從沒問過副總統本人以及辦公室 從那個初選裡面 2019年有非常多勢力 新聞內容多與事實不符 賴清德副總統重視新聞自由 不願新送個別記者 以請該記者自重 然後前面他講的這個完全的 他所謂他在選對會要支持 這個不是鄭雲鵬這件事情不存在 最後他寫的就是他覺得這個蔡信記者 所杜撰新聞在刻意造假總統副總統關係不睦 破壞民進黨內團結其心可意令人費解 因為蔡惠珍算資深 很多人認為他跟英系的 特別是蔡總統比較親密的幕僚 像是洪耀福還有跟媒體喜歡營造關係的英系 自稱英系的像黃成國陳明文這些人好像都比較好 那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但是我不太相信這個新聞是英系炮製出來的 我不認為 我認為英系沒有那麼笨 應該是說現在在選舉的當中 民進黨團結都來不及了 就像我剛剛說的任何一刻 我們都希望是多一份助力 少一份鼓勵 蔡惠珍的目的是 他跟鄭保卿說不定也不錯了 要請教一下 這個對你們民進黨的桃園選情有多大 多大的影響 我們不要忘記 今天國民黨在這整次年底選舉 最大的利益 就是希望可以奪取就是桃園 桃園對他們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 其實我過去在觀察美國的選舉 最近美國也在打他們的初選 美國有一州叫伊利諾爾州 是芝加哥所在的州 當時有一個非常冷門的共和黨的州長參選人 突然之間民調飆高 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去查發現他民調飆高的原因 是因為當初民主黨的州長是支持他 為什麼民主黨的州長會支持為共和黨參選人 因為認為共和黨參選人弱 所以他初選全力支持他 鋪天蓋的媒體廣告等等全部去支援他 為什麼希望共和黨提名他 然後到時候民主黨只要對一個比較弱的共和黨的對手 相對台灣而言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蔡惠珍 但是我看理一下 不只蔡惠珍這樣子一個媒體 其實在寫這個這個所謂的鄭寶欽的事情 其實鄭寶欽過去兩天 他去接受了一個網路媒體的一個直播節目 那當時網路媒體直播節目 那個主持人是誰 就是我們選區的國民黨的議員 叫這個鍾佩軍 也是藍營的 也是藍營的 國民黨的 所以這鄭寶欽自己去上節目 自己去上節目 然後去談說他其實可以得到民進黨的票 可以達到民國民黨的票 是最有勝算的可能 那我另外又看了 幫他做民調的是誰 是TPBS TPBS最近就有公佈民調說 如果鄭寶欽退出民進黨參選 現在就可以獲得十趴桃園市民的支持 我對這個是非常高度的懷疑 但是不管你的意思就是說 把賴清德拖下水這樣子 摘張賴清德 是鄭寶欽操作的嗎 還是旁邊的人操作的 我只是要說今天你看美國 你看我們很多選舉的故事來說 很常會有一個狀況 我也不想點名說誰跟誰 很常有一個狀況是說 有一個陣營為了其中一個政治力 會去支持一位他們視為比較弱的參選 去分化他們的敵 他還沒那麼多戰略 我跟你講就是一堆媒體界做媒體生意 做選舉生意的人 想把他當肥羊來肥肉來吃就是 我講那麼白你們還聽不懂嗎 我們這些人幾十年來相處 這些人我都熟啊 人家鄭寶欽宣稱很有錢啊 包租公一個月幾百萬的這個租金 累積了那麼多財產線 把錢都放那邊 然後讓操盤的選舉的這些選舉的這個生意人來賺 為什麼不賺 所以我不擋他們財入 但是把賴清德給拖下水 太不道德了 對 因為扣姐剛剛在問到底是誰嘛 對不對 那我可以告訴你 鄭寶欽本人也是這樣講 為什麼他在哪裡 他在臉書講 我所以所以我剛剛一開始就講說 其實這段時間以來一直有這樣的 他有黃金春也在亂上消息 鄭寶欽宣 我剛剛已經講說前一陣子 你光是看從中平社 中平社講說香港媒體 其實背後就是中國的媒體 從中平社來已經很奇怪 你再看這個是哪一家媒體 這個叫巴士的報 那我請問你在臺灣知道這一家媒體嗎 你不知道嗎 這跟中平社來源是一樣的 然後你看他標題是什麼 鄭寶欽冒號後菜時代 就是賴清德與鄭文燦競爭 我請問你在臺灣主流媒體 你有看到這句話嗎 沒有 但是這一句話 他就透過其他的媒體 不能轉一圈回來 所以他會在等於說 透過出口轉內銷的時候 他會混淆到你內部 會有一些人看到的時候 他就會想說這到底真的還假的 所以你看這個操作 其實就是很明顯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剛說 人家這個是連環全都已經準備好了 只是說他在國內主流媒體 可能沒有講得這麼直接 但是透過其他這個海外的媒體 或是香港媒體 他轉一圈回來 其實很多人也很難查遍他的真假 因為他可能在LINE或臉書上面 他就傳播開來了 就會變成這個樣 但是我唯一的不爽的是 鄭保清就不是LINE系的人 明明就英系的人 做鬼做神的 那鬼也在那裡胡扯淡 但是他是故意用2024大選的格局 去綁2022的投票 簡單說是一個鄭文燦 現在很多犯人的媒體 鄭文燦會被挑撥嗎 不會啊 而且你也選不上 品多 好吧 那你去繳局繳 然後你自己輸一堆錢 他如果把錢都給的那一堆